外面下雨了 这地好像没怎么湿啊 没有太阳 我们就没有电了 完了 这有点尴尬了 发电机已经到了 等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就快点走吧 狗子兴奋的叼鞋子 好 鞋子给我准备好了是吧 你看那个 还有一个呢 还一只 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 那给你的 给我的是吧 来给我 给给给 哎呦 碗菜刚好 还有一只呢 可以了可以了 给阿伯讲了一个鱼匹 只要钓鞋子给我们两个人了 钓完立马就跑了 好 就在这里吃吧 先要一下它 昨天洗了点衣服 看这衣服干没干 呦 就这个下雨天的 它基本上都干了 这边也好干了 对 新疆的天气也是特别干燥的 嗯 那些厚衣服就洗了 是的 起床吧 大家跑到前面去了 爪子就难得动了 就用嘴了 我们的早饭 和粥 配囊 鸡蛋 鸡蛋 鸽子蛋 水果 咸菜 哎呀 还说随便吃点啊 感觉还是挺丰盛 在新疆这边感觉 简单不了 这个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是吧 我现在有点想吃点清淡的 就感觉昨天吃了一天 肚子不是特别消化 还没适应过来 太硬了 肚子感觉到特别硬 硬邦邦的 多适应两天就好了 我知道了 没喝酸奶 酸奶没有多喝 这个囊啊 放一天就好硬了 硬的 都不敢放微波乳丁了 我怕越丁越干 对 丁完更硬 感觉 放周里泡一泡 对 一泡就暖了 看大白这个样子好搞笑啊 啃鱼皮啃累了 啃累了 啃累了 给你放着先好不好 先放着 哎呦 啃累了 你又不守得给我 你个小乖乖啊 好了 慢点 我不想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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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溜着溜着溜着 你自己溜着 你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再吃 上面这个雨啊 越下越大了 吃完饭 再打扮 出去溜到一圈吧 我在我们旁边呢 刚好是有一个 这个菜场的棚子 看这里啊 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 果然是这个 戈壁的绿洲啊 感觉就像经常下雨一样的 那他妈出来给他晃了一圈嘛 就在这个大棚下面 本来昨天呢 昨天我们本来就想去那个签佛洞的 但是呢 因为那个当地的派出所那边嘛 看到我们外来旅游的车辆 他说 不让我们在那个山上过夜 所以晚上呢 我们就停在那个乡里面了 不过今天下雨了 人家说啊 下雨天容易捡石头啊 有啊 都擦干净了 对啊 下雨天那个什么流水啊 快一点 对不对 那石头啊 可能会刷新一批哦 那老人 打反去捡鱼头啊 呵呵 到中午啊 这个天气还是在下雨啊 不过这个雨呢 相当于没有 那么大了 我们呢 准备到这个乡里面去吃个饭 昨天这边看到有那个手抓饭了 手抓饭 他说 九晚没吃到是吧 对 今天可以去吃个手抓饭嘛 看起来也挺正宗的 这边是有那个手抓饭的 今天下雨天 如果没做的话 那不 我闻到味儿了 应该做了吧 看一下 好像没做饭点了 说要做好没有 说剩两个手抓饭了 说也没做好呗 走 进去看看吧 我感觉像没有的一样啊 老板手抓饭也没有啊 吃了饭吗 嗯 做好了吗 还没吃吗 做好没有啊 还没做好 哈哈哈哈 手抓饭 抓饭还没做好 今天不做饭呀 今天不做饭 人不多 人不多 人不多就没有做饭 哎呦 哈哈 没有做饭吃啊 哈哈 我做家饭的没不了了 哦 今天这个下雨天是吧 人少就没做是吧 人少 嗯 那又只有面条 那个 山洞 那边还有 山洞走趁的 那边还有 对 前面也有做手抓饭的 对 刚刚那个老板跟我们说 这边往前走啊 还是有抓饭的 这个这里啊 看 像了 闻到味儿没有 冒气了 我看到 这还没煮熟啊 可以看一看嘛 抓饭 像包子一样的 哎这是抓饭 这是抓饭的 哎应该是抓饭 这一大锅啊 你好 抓饭有吗 有 有 这个是抓饭 熟了 是吗 熟了吗 还要等一等 好 在煮 还没煮熟吧 他们这边吃饭碗 你看 要吃的话 应该就在这边 因为会有大方桌可以吃 现在已经一点多了 他们还没有 还没吃中饭 两点才开饭 嗯 北京时间两点吧 两点开完差不多 到里面 里面 老婆 这边也有人了 有抓饭有面 里面的屋里面老婆多了 找个地方坐一下吧 里面还挺大的 来装靴的都挺好的 这一个小箱子 对 三点的抓饭 终于好了 哇 这一大块肉 15块 15块钱 还可以啊 那么大一块肉 嗯 一份炒饭都要那么多钱了 对的 尝尝 嗯 尝尝 这边 村里面的抓饭 比较正宗啊 他们喜欢换黄萝卜 我们到哪里看到 也去买一点黄萝卜 煮羊肉 有点鲜 有点咸啊 我里没拌 冰淇淋 老徐又点了 不过有肉拌面 你看 这间村子里面的人 做了 感觉都挺正宗的啊 很好吃 这抓饭也配凉菜的 这份加面给你吃吗 好 多点一份抓饭 待会儿可以打包 这抓饭等下晾凉了 我们打包 晚上吃 因为咱们这边晚上很难买到那个抓饭 嗯 放到晚上 微博鲁盯一下可以吃 嗯 我吃不了那么多 这锅油肉怎么样 不错不错 哇 锅油肉 我们吃饱喝足了 又打包了一份 手抓饭 晚饭也有了 晚饭也要吃个手抓饭 你加点水果就行了是吧 嗯 你别看这边是一个乡村小饭馆 但是它的口味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羊肉什么的 一点那个三味都没有 嗯 吃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收拓展 准备走人 这几天天气特别干燥 这个拓展商都有声音 没有了 对吧 然后 这几天拓展商 就是一收收收的时候一直都有声音 然后今天下雨了 洗完车以后就好多了 然后今天下雨再收回来 哎 基本上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干巴巴的什么 嗯 老是有那种叫条磨擦的声音 就要下雨也给它清朝湿湿湿 好了 这个天现在这个雨很小 我们就准备去练啥去了 去那个签佛洞看一看 走了出发 拜拜 带你去捡石头 到那个签佛洞去看风景 嗯 所以是干啥 要进来吗 要进来的样子 来这边的人还是很少很少的 都是本地人 对的 走 你看这个路啊 沿着这个乡里面 再往前面走个十几公里 就到了 就到那个叫什么地方 棋盘洞 棋盘洞 就是棋盘香 人家大车的那里卖蔬菜水果 应该就买一点了 那个肉在那里 看到没有 人家杀羊了 看到吗 都现杀的一整只 好新鲜 回来买一点 可以 这里还有油镇 我记得新疆这边的乡啊 村啊 建设的都挺好的 特别规整哦 对 这边还有烤肉啊 这边有烤肉 哎呦 里面都要喵喵喵 没发现 晚上不再吃一点 晚上还要吃一点 那个是黄黄的 那个烤肉 那个挺正宗的 那个呀 对 是黄色的 嗯 这边也有一个村子 这村子也不大 你看 他们卖东西 都是这样 把车里面 哎 这是快递的车了 里面好像小卖布 你看 卖的一些生活用品 是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 燃酒厂 人家村里的建设挺好的 好了 再往前面走个三公里 就能到千佛洞 千佛洞 难道就是上面这几个洞了吗 来看一下 这上面的几个洞 开了20公里的三间小道 我们已经到了七盘千佛洞 把车停在路边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停车位置 是一个待开发的景区 看到这边有个牌匾 上面写的是七盘千佛洞 文宝单位 文宝单位严谨破坏 七盘千佛洞 那就一目了然了 顾名思义 就是墙上的这几个洞 这个叫千佛洞 相传这个洞是以前有一个皇上 他的女儿出生以后 请大师过来算一下命 算命 说说他的运势不太好 要长期住在洞里面 这样的话会对他好 所以皇帝听了以后 就给他在山上开了十几个山洞 然后让他居住 让他换着居住 换着住呗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七盘千佛洞 又被称为叫姑娘洞 姑娘洞 走上去看一下吧 这个洞是人可以走上去的 敢不敢进去看一下 大石头应该没事 姑娘洞 对 就让它住里面 这样的话应该是消灾 就是能消灾吧 消灾起伏 有好多石头 对 这里的确是有很多石头 下面也是有一条河的 像他就是那种老佛爷 那山上的玉 就是从在这边捡的 其实你看这个也挺奇怪的 当年是开刀出这样一个洞出来 洞是这样子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上面还有一个 四个 玉小 感觉又恐怖的样子 我去看一下这个小的 应该也不少人过来看过 看一下 底确有点就是像那个 拜佛一样的洞 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由来 应该上面供奉一个佛一样的 或者说是上面是一张或者说上面是一张床吗 容易可以睡的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各种树爬应该都有吧 在那个高处往下望绿优优的一片特别的养眼舒服 这个是最大的洞 这是最大的洞 你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面真的能住人 真的是能住人的 这个 这个古代人的智慧也是挺厉害的 这石头很明显 就是 这是天然熏成的还是人工找的呢 肯定要找不到吧 你看上面都有缝哦 好危险啊 好危险 这里也是要勇气 那可不 上面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 再看一下 这么多洞 好了 这就是七盘千佛洞 的确实有点像人家拜佛的 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七盘千佛洞呢 它这边 其实景观上来讲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震撼之处啊 但是呢 它这里的这个玉石啊 石头啊 是比较多的 像在这边很多那个皇上的那个老佛 也在身上的那种 那种玉制品啊 都是来于这边的 所以说也是有传说的 这个石真的好像一个 是吧 应该买个强光手电筒 对吧 你看 应该买个强光手电筒的 这个应该感觉不太像玉 这个 挺光滑的 拿着吧 你拿个袋子吧 先拿下去 这里也很多很多石头 你要想剪好的话 可能是在那个河边才有 河边的应该会更好一些 看着点雨更干净 看得更清楚 金银偷亮 走吧 找个地方剪石头去 那感觉很多绿的手 看着那样 你看这个绿绿的 怎么那么绿啊 有一些还有那个 框木质 哈哈哈哈